照着步骤 驻日代表谢长廷 按了按数字再投币 东的一声 台湾在地冷冻地瓜就出现了 贩卖机贩售台湾水农产品 有够新奇 不过这可不是在台湾 而是在东京食品展首都亮相 因为在日本这个 自动贩卖机是很夸大 他们还可以泡咖啡 热饮 拉面 我们如果跟他们 自动贩卖机的技术 能够结合我们食品的销售 苏党会 这个 这台台湾为贩卖机 专售台湾当令 蔬果跟水产品 包括毛豆地瓜 冷冻凤梨世家 白带鱼 石斑鱼 鲁鱼 湿木鱼 跟贡丸香肠等 这是农委会 首都跟日本大型 连锁超市业者合作 以贩卖机方式 推销台湾水农产品 将会先摆在超市中 试水温 先有十台 然后看看这个整个 日本消费者的 接受的程度 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自动贩卖机 它贩卖的时间 可以在超市 营业时间结束以后 那消费者都可以持续 24小时可以买到 除了经济的因素以外 也可以都认识台湾 我们台湾跟台湾是有互补 产品 水果 都不一样 这个是很好的交流 台日创新合作 推广台湾产品 谢长廷也赞不绝口 毕竟台日关系 不止相当友好 产业交流发展 同样更上一层楼 三连选战到处看 就会看到